僵尸男子瞥了一眼 匍匐在地的方盘 鄙夷地开口 本座调教出的小东西 也想翻天不成 方盘文言 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眼前这人 无论气息手段 还是言语气度 介于我那位师尊一般无二 莫非韩力启动的刚才 并非什么幻阵 而是某种特殊的传颂阵 方盘原本坚定的信念 第一次出现了动摇 未等方盘想通 僵尸男子再度开口 虐途 还不自己过来领死 方盘见死神色变幻不定 不由得迟疑起来 就在方盘举刀直刺过来的瞬间 韩力也是眼中一阵模糊 陷入幻阵之中 他直觉耳边呼啸之声打坐 身形竟是急速地冲天而去 而此刻 在那高空之中 一张面无表情的剧脸 正徐徐变得模糊不清 其后一抹刺目的紫光一闪之后 一道长长的白色裂缝 徐徐打开 从中隐约传出 阵阵的泛音之声 仙界之门 我这是在 杜劫飞升 韩力怎么也没想到 他面对的幻境 竟然是重新历经飞升雷劫 正在韩力惊讶之时 就听到头顶上方突然传出一声 震笼发聩的雷霆巨响 一道巨大无比的七色电弧 已经淡不可见的巨脸口中闪下 只是一个晃动 朝他砸落下来 一股仿佛毁天灭地的破灭气息 席卷而至 韩力下意识的一挥手 一连串金色雷火立即脱手而出 迎向那道七色电弧 他再一低头 就看到自己手中正握着一柄墨绿色的长剑 剑身之上传来阵阵熟悉温润的触感 正是那柄悬天斩铃剑 感受到头顶传来阵阵的威压 韩力略犹豫 握着悬停斩铃剑的手腕一抖之后 整个人立即化作一道墨绿惊鸿 冲天迎去 轰隆一声响彻整个天际 一轮遮蔽天幕的艳丽光晕 在虚空中狂闪不定 继而在剧烈的靶则波动中破灭开来 韩力身形顿时从高空中跌落下来 此刻他浑身剧痛无比 整个人如同一块烧焦的木炭 浑身裂开腥红的痕迹 肉身挤欲崩溃 他手中的墨绿色木剑更是啪的一声 碎成了鸡粉 消散开来 而高空中那张巨大的虚幻脸颊竟是重新变得又凝实起来 面色无喜无悲 空洞的眼眶中流露出一种蔑视万物的冷漠之色 继而怦然碎裂开来 紧接着 那扇原本已经动开仙界之门骤然合上 在一旁却是突然浮现出的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系 透过裂系 韩力看到一种深邃无比 仿佛能吞噬一切的黑暗 在那里边没有半点的光亮 却对它产生一种诡异至极的吸引之力 令它心生亲近 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 就想要进入其中 此刻的韩力全身上下焦黑如炭 没有丝毫的生气 也根本提不起半点法力 他想要控制自己的身躯 竟发现连动一动手指头竟也无法做到 只能任凭躯体朝着那处漆黑烈系飘荡而去 这只是万经 不是真的 绝对不是真的 韩力在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 石海之中掀起了狂风巨浪 想要清醒过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高空中的裂系前方突然虚空波动 荡漾起一片肉眼可见的涟漪 紧接着三道淡黑色虚影从中穿过 朝它游荡而来 速度四缓十级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拉近着距离 韩力身体虽然不能动弹 双目却看得分明 这三道虚影身体皆是虚化 如同灵体一般飘渺无一 只有一颗头颅看起来如同实质 那面容竟与它一模一样 这是心魔 不 这是玉外天魔 哼的一声 韩力心中一领 然而下一刻一道天魔虚影出现在身前咫尺处 二话不说撞击在他身上 韩力周身腥红的裂纹光芒大作 整个躯体沿着裂纹四散崩裂开来 整个人如同一件古旧瓷器砸在了地上 衰裂成了无数片 惊骇之际 韩力赫然发现呢 自己的躯体虽然崩碎 神魂却外溢而出 化成了一道清蒙蒙的清光虚影 然而却是同样无法动弹分毫 周围那三道天魔虚影一见此景 顿时如同饥饿了数日的海沙 看见海鱼一般立即从四周游液而至 张大嘴朝着他的虚影撕咬了上去 只听得扑的一声清响 韩力身上的清光顿时被其撕咬下一大块 吞入了腹中 一股无法言喻的疼痛质感传来 韩力自问 淬炼体魄从无懈怠 对于疼痛一事 忍耐度也是远超常人啊 此时却也不由得感到一阵的头皮发麻 那种疼痛不似弑骨剥皮 却更由胜之 根本感受不到疼痛起于何处 只能清楚地发现 自己的神魂正在一点点被撕碎 意识也逐渐变得衰弱起来 韩力能看到那三道虚影 正在不断蚕食他的清光躯体 每吞食下一口 虚幻的身体就会变得零食一分 脸上露出的贪婪笑意就更加浓重几分 韩力此时根本无力反抗 心中不由升起一丝疑惑来 这还是幻境吗 难道我真的并未杜绝成功 之前什么灵环界 什么柳乐儿 什么黑风海 什么甘酒针 都不过是玉外天魔作祟下的一场虚无梦幻 我自知神通广大 被誉为灵界第一大城 看来还是没能抵住这玉外天魔 举王矣 韩力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 周身清光变得越来越淡薄 几乎已经快要变得透明消失了一般 突然 一道有些冰冷的声音 在周围虚空中骤然响起 如同一盆冷水突然浇在韩力的身上 韩道友 切莫沉寂幻境 我玉外天魔可并非如此啊 听到了魔光的声音 韩力已经变得模糊的视线 重新清晰了起来 神识之中 骤然响起了一声低含 耳中立即有一道尖鸣响起 仿佛数把尖锥在脑中使劲一攥 一股撕裂神魂的剧痛 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 那些正在撕咬他身躯的天魔虚影 口中发出声声凌厉的尖笑 纷纷急速倒退而去 卷入虚空 消失不见 韩力眼前骤然一亮 清醒了过来 此刻他还站在原地 手中正捧着震盘 保持着暗指下去的姿势 在他的前方 一袭黑衣的方盘 正保持着前奔的姿势凝固在原地 手中长刀刀尖 直指韩力的眉心 相隔不过持续 四周高大的石柱上流光一彩 正不断闪动着射人的光芒 不过却再也无法对韩力造成影响了 韩力心有余悸 以心神联系传音 魔光道友 多谢了 这等欢真实在厉害 若非我天外魔族本就擅长此道 而你的神识之力 而非一般真仙境修饰可禀 反扑我的重伤之躯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了 韩力沉吟片刻不再多言 抬手又在阵盘上一阵虚暗 口中响起了吟诵之声 伴随着大阵五彩滑光一亮 韩力顿时发现周围光影变幻 他的身影竟然出现在了一间光线暗淡的大殿之中 在他的视线之中 方盘正双膝跪地 满脸都是惊恐之色 不断向前方叩手讨饶 似乎完全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韩力几步走上前去 就见方盘身前模糊的光影里 正有一个浑身缠满锁链 壮如僵尸一般的中年男子 大马金刀地坐在了一张漆黑大蚁上 僵尸男子正在沉声呵斥 大胆涅徒 忘用格缘法链 你可知罪 启平师尊 弟子动用此宝实属无奈 只因弟子对付之人实在太过厉害 当年我们三人同网 拼得一人折损 两人元气大伤 最终若非弟子动用法链 根本无法震杀此人啊 韩力听闻心中微微一动 深吸了一口气后 他缓缓抬步走到僵尸男子身前 一转身朝着那张漆黑大蚁坐了下去 身影一点点与之相合 最终完全融入其中 韩力沉吟片刻 以那僵尸男子的姿态 开口问道 那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你等又为何要与之生死相伯